南馬圖鴻胎早就早了 不過這個冰島的嚴寶魚缸 現在還有事情 說有很多布袋蓮和一些本舍 這個大水沖在港口那裡 港湖都沒有人在島親 讓魚缸沒辦法出海的作業 這港口也是炒紅毛毛 南馬圖鴻胎離開台灣已經六天 冰島跟無法魚缸的大小隻魚缸 所以還停在港內 沒出海作業 原來鴻胎當時沖在布袋蓮跟本舍 將魚缸困住的 但是共享通過 都會因為咬到東西過重 外面鴻鴻鴻、茶、啪就啪 啪就啪,啪就啪它 菜心就啪它 都沒辦法了 為魚缸整個機用鴻鴻鴻 除了魚缸的稍微發動 但是這種方式 沒有適合大型的魚缸 魚缸沒辦法作業 每天到港邊一順 水面上的漂流物 也是沒人牽涉 7、8、10、4 也是要得到生存 9年也是這樣 就反映到 還要來往這裡 這幾禮拜不來處理 湯狂 漂流物不可能影響當地的魚缸 洪湯之後出去了 剛來的本舍和董物的死體 已經傳出草味 附近的民眾有人撞不住 還會他們處破壞 剛才在這裡人家真的 操到都破壞 都破壞 也都沒辦法 這幾個阿桑 阿婆 都在這裡 真的撞不住 國民家出海口 兩邊的魚缸 洪湯之後 請請會 漂流物撞到的 已經是老問題 但沒有魚缸萬壇 政府不想改善問題 連輸後的成立也不差 冰冰管政府知道之後 已經答應 會在一兩天來 派人請給好 記者我們該穿差別好 冰冬不得